在2020年6月15日 越南工商部颁布了第11号施行细则 内容是有关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 EVFTA的贸易原产地规则指引 第11号施行细则的关键重点包括 1.原产货物的概念 2.原产地证明文件 3.原产地证书COO记载信息 4.货物转运和分拆 5.原产累计制度和维墨处理或加工 在缔约国内完全制造或获得的货物 例如在越南种植的农产品 或者是并非在缔约国内完全制造或获得的货物 可是已经在缔约国内进行充分的制造或加工程序 符合这两种情况的货物将被视为缔约国原产货物 并且可以适用EVFTA的优惠关税待遇 为了能够证明货物符合EVFTA要求的原产地标准 以便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进口商需要向进口国海关提交原产地证明文件 包括出口方的主管机关所签发的EURO1原产地申报表 或是出口方在发票、交货单 或其他商业文件上打印的原产地自我证明 内容必须充分载明货物的信息 自欧盟出口的货物若是总价值不超过6000欧元 任何出口商都可以自行发出原产地自我证明 而总价值超过6000欧元的货物 则只有被合可的供应商 才可以自行证明货物的原传状态 在越南方面 由于越南尚未正式实施原产地自我证明机制 因此 第11号施行细则 只认定EURO1原产地申报表 可以作为原产地证明文件 在未来越南正式执行原产地自我证明机制时 越南的主管机关将陆续办部境内相关规定 并且在实施之前通知欧盟 针对EURO1原产地申报表中声明的资讯 双方一致同意允许出口商可以自行选择 是否揭露进口方资讯 运输时程 商业发票编码 而且不强制要求申报表中填写货物的原产地条件 及HSCOE编码 但是申报表中应该提供对货物足够的描述 以便进口方海关可以判断该货物是否可享有优惠关税税率 在满足下列三项条件的前提下 越南与欧盟同一可在EVFTA规范外的第三方国家 进行货物转运、储存及分拆活动 第一 除为了维持货物的完好状态以便保管 或是盖章、贴标等操作之外 并未对货物进行任何的转型加工 第二 有出口商或授权他人的情况下 对货物进行分拆 以及第三 货物受到转运国或分拆国当地海关的监管 如果产品的生产加工中所使用的部分原物料 产自于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东盟成员国或韩国 而且出口方对货物不属于 保存、打碎、清洗、熨烫、简单的油漆、去壳或去皮等微小处理或加工行为 那么此类货物可以被视为出口国的原产品 德勤越南全球贸易与海关专家可以向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包括按EVFTA和其他协议的原产地规则咨询 EVFTA各阶段的进出口税务优惠 以及适用程序咨询 检视出口产品的原产地条件 以及EVFTA原产地证书的合规战列咨询 目标市场的经营模式、供应链管理及关税优惠咨询 按EVFTA的EURO1申报表流程咨询 其他EVFTA相关问题咨询